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顾迪和曾毅在东郊的台球会馆里谈起了中华市治安的话题 曾毅很严肃地告诉顾迪 让儿童去建议勇为是政府的失职 更是成年人的耻辱 如果儿童建议勇为之后反遭报复 那更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莫大悲哀 就算经济成果再辉煌再伟大 那也是苍白无力的 顾迪听完一时说不出话来 他终于明白曾毅这次要动真格的原因所在了 曾毅的话也着实触动了顾迪 一个孩子面对窃贼站了出来 却遭到了报复 这是整个社会的莫大耻辱 中华市的治安状况到了这个地步 正向曾毅所说 已经是糟糕到无法再糟糕了 两个人相对正沉默的时候 台球市的门口传来了一阵嘈杂声 就听一个阴阳怪气的强调说道 还真是出门欲贵人呐 这不是我们中华市的市领导 堂堂的市能为主任吗 这阴阳怪气的腔调 让顾迪一听就很不舒服 眉头不由一下子就沉了下去 曾毅抬头去看 然后冷冷的瞥了一眼 屁股是压根儿没动 对着顾迪低声说道 是副市长李界彤的公子 顾迪就明白 这个调调为什么会那么阴阳怪气 原来是被曾毅收拾过的 那个李志勇李大公子 曾毅就说 要不要换个地方 曾毅懒得搭理李志勇 顾迪是难得过来一趟 他不想因为李志勇这颗老鼠屎 坏了自己的好心情 顾迪的身子却没动 曾毅是懒得搭理李志勇 可顾迪却想着收拾收拾李志勇 反正下雨天打孩子 闲着也是闲着 李志勇走了过来 身后还跟着几个呼朋狗友 估计也是来这打台球的 他竟自走到曾毅跟顾迪的那张台球桌前 伸手随便一拨了 把桌上的球搅乱 然后斜斜往那一靠 说道 这市里最近正在整风呢 严禁干部出入娱乐场所 曾主任到这来怕是不合适吧 这事要是传出去 可是有损您曾主任的名声啊 李志勇身后那些人都嘲讽的笑了起来 有人还拿出手机 当时就在那比划着 这要是来个记者 给曾主任这么咔嚓一拍照 搞不好明天又登报了呢 李志勇又假惺惺的装好人 是啊 曾主任可得小心呐 今天多亏是遇到我们哥几个了 要是换了那帮记者 在报纸上在一桶煽风点火 曾主任 你可就说不清楚咯 曾毅拿起杯子 轻轻喝了一口 又静静的说道 小李啊 最近没有给李市长传货吧 噗 顾迪刚喝到嘴里的一口茶 就喷了出去 曾毅比这李志勇也大不了多少 竟然开口喊对方小李 而且是一副老气横丘的架势 仿佛是长辈在教训晚辈 这景象让顾迪也差点笑崩 李志勇的脸上浮现出很利的怒涩 曾毅这明显是在占自己便宜啊 当时他牙关都咬在了一起 他身后那几个呼朋狗友立刻站出来给他撑腰 上前几步 把曾毅围在了中间 哎 小李 是你喊的吗 曾毅连眼皮都不抬 淡定从容的 还是坐在那儿喝着茶水 心里想 这真是物以类聚啊 看看李志勇教的这都是什么人 动不动就玩得以多欺少 完全是街头小流氓的架势啊 整天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也难怪李志勇没什么长进 就听曾毅说的 老大不小的人了 不要整天让李市长出来给你擦屁股 说着曾毅把茶杯往桌上轻轻一放 又说道 该懂事了 李志勇气得拳头都攥起来了 就是他爹李介童都没用过这种语气 训过自己 曾毅这分明是在训小孩啊 他恨恨的说了一句 我的事就不劳你操心了 这个亏啊 他还只能认 曾毅虽然年纪不大 却是他父亲的同事 从这一点上说 曾毅教训他两句 还确实是有这个资格 这让李志勇想翻脸 都没法翻脸 李志勇认了亏 可李志勇那些朋友 却不干了 当时就有人拿手指着曾毅 嘿小贼你算哪根葱啊 敢这样跟我们李哥讲话 我警告你 立刻给李哥道歉 否则今天没你的好 那个说 就是还真拿四个当回事了 不就是一个芝麻烈大的小官吗 一个破农为主任 还能搭得过副市长吗 别不识谈挨挤 曾毅脸色一沉 双手往沙发扶手上移放 李志勇 你好自为之 整天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 对你 对李市长 都没有什么好处 说完 曾毅一拍扶手就打算走人 他实在不愿意跟李志勇这种人 多说一句话 李志勇这个时候 却挡在了曾毅面前 站住 曾毅主任 你怎么说我李志勇都行 但不能说我的朋友 哦 曾毅回身看了李志勇一眼 倒是有些意外 是李志勇真把这些混混 当朋友讲义气呢 还是今天真打算来找自己的茬啊 曾毅觉得李志勇真是不实抬举 你那些所谓的朋友刚才羞辱我 我不予追究 已经是看你爹的面子了 你小子现在反倒站出来要找我理论 你还真拿自个当回事了吧 曾毅两手往背后一贴 冷冷的看着李志勇 那架势分明就是 我倒要看看你能怎么样 这目光让李志勇心里有些发毛 不由自主的往后退了半步 不过看看自己这边这么多人 李志勇的胆气又壮了几分 曾主任 你必须向我的朋友道歉 曾毅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还到这李志勇能玩出什么长脸的事呢 原来就憋出这个呀 当下曾毅连搭理对方的心思都没了 他冲顾底一时眼色就准备转身走人 站住 这次叫喊的是李志勇那些呼朋狗友 他们往曾毅面前一拦 哎 李哥让你道歉 你是耳朵融了没听见呢 还是拿我们李哥的话当放屁呢 曾毅冷笑道 我说怎么这么臭 原来是有人在放屁 你 那几个当时就给气炸了 他本是想恐吓曾毅 谁知道却被曾毅讲成了这样 这时候顾底站起身来 皱着眉头很厌恶的说道 何止是臭 简直就是臭不可闻 看李志勇跟他这帮朋友竟然是这么一个水平 这哪是什么公子哥啊 分明就是小流氓 顾底也顿时没了跟对方纠缠的兴致 跟这些人多说一句话 那都是既丢人又掉价 李志勇一下子就拦住了顾底 哎 你小子什么意思 对于曾毅 他多少有些顾忌 毕竟那是政府官员 连自己的父亲都很难搞定 可对曾毅身边的这个年轻人 李志勇就没那么多顾虑了 他狠狠地盯着顾底 你欠抽是吧 顾底冷笑两声 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来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李志勇当时可就火了 他被曾毅瞧不上也就罢了 现在竟然连一个毫不相干的人都敢如此小 是自己这完全是不把自己当回事啊 他当时就喝道 哼 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 天有多高 地有多厚 老子的巴掌有多疼 说着李志勇抡起胳膊就要动手 就听啪的一下 他胳膊刚抬起来 就被曾毅一把给捏住了 曾毅冷冷盯着李志勇 李志勇 你不要没事找事 惹下麻烦 你爹也救不了你 李志勇怒火上头啊 他瞪着曾毅 姓曾的 老子看你不顺眼很久了 上次大平线警察抓我 就是你小子搞的鬼 这笔账 我早就想跟你算了 曾毅又警告道 李志勇 护脚蛮缠 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顾迪在一旁说道 想算账 让李介同来 他这话倒是没错 那件事 是曾毅跟李介同之间较量 以后达成了妥协 想算账的话 那也应该是李介同来算 那看李介同 是想把这笔账算明白呢 还是想让他儿子 把牢底做穿 这李志勇 完全就是个十足的蠢货 李志勇咆哮起来 当下就说 老子先给你小子 把账算清楚 兄弟们 给我上 狠狠地教训 教训这个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王八蛋 这帮家伙也不含糊 让他们对曾毅动手 他们倒没那个胆量 毕竟那是国家干部 可要收拾顾敌 他们就没这个顾虑了 先打了再说 反正有李志勇兜底 当下有人就抽出一根球杆 朝着顾敌挥了过去 那球杆在空中划过 发出嗖嗖的撕裂声 顾敌站在那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只是从鼻孔里冷冷的哼了一声 吵死 他对曾毅的伸手可是再放心不过了 几乎是在同时 曾毅也发出同样的一声怒哼 怒哼的同一时间脚步也跨了上去 没等那家伙的球杆挥下去 曾毅抬腿就是一脚 对方是连人带球杆 一起往一边飞了出去 那家伙咚的一声 撞在一张抬球桌上 抬球桌都发出一阵痛苦的吱吱声 从原地也给撞出去一劫 另外有个家伙反应过来 高喊道 兄弟们一起上 他们几个抓球杆的抓球杆 找椅子的找椅子 要对曾毅来他个群起而公之 李志勇到底还是有些顾虑 张嘴喊了起来 先把那个白脸的放倒 他是想招呼自个兄弟先收拾顾敌 就见曾毅反手就是一巴掌 啪的一声 李志勇的话还没喊完呢 直接就给甩了一个大猎蟹 闪了出去 他登登登退了好几步 然后一屁股坐到在地 半边脸上肿出来一个红色的掌印 有人赶紧过去扶他起来 哎李哥李哥你没事吧 李志勇站起来一把推开那人 他眼睛都红了 张嘴吐了口血 落地还砸到地面啪啪直响 这肯定是崖掉了呀 他被曾毅这巴掌打得彻底 失去了李志 吼叫道 给我上 都给我上 往死了打 说着这小子捞起一根球杆 就朝曾毅冲了过来 顾敌这时候又摇了摇头 这个家伙不光是蠢 而且蠢的令人觉得可怜 你跟曾毅拼命 那不是自找苦吃吗 李志勇挥着球杆 第一个冲上来 可惜还没冲到曾毅的面前 迎面一个茶杯就飞了过来 李志勇脸上顿时被砸得是开了花 没等他反应过来 肚皮那又是一股大力传来 李志勇就往后面飞了出去 他刚才是从哪爬起来的 现在又跌回到哪去了 另外那些家伙还往上冲 被曾毅几乎是一拳放到一个 一脚踹飞一个 眨眼间就全躺在地上 动弹不得了 剩下有两个有些严厉的 一看曾毅太猛 转身就跑 等出了抬球室的门 就听他们在外面扯着嗓子喊了起来 打人啦打人啦 干不打死人啦 顾迪朝着门口的方向不屑的吃了一声 转身朝曾毅笑道 老曾啊 你这当了领导 伸手还是不减当年嘛 当年在荣城 曾毅为了保护崔恩西 在硬挨了一棍的前提下 把一群持血流氓 打得是用担架抬走 这件事顾迪可是记忆犹新 在他眼里 曾毅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怪物 曾毅也没跟顾迪客气 得了 我跟他在这还有一笔账要算 你先走吧 顾迪看了看躺在地上 满脸开花的李志勇 嘴里瑟瑟两声 我跟着李公子之间 看来也得好好的算一算账咯 话是这么说 顾迪也没有在这多做停留 他在曾毅肩膀上一拍 就朝门口走去 他这个东江大少 实在也不适合在这里露面 门口那儿有五六个保安 此时正好进来 他们后面还跟着一个 四十来岁的胖子 跑得是气喘吁吁 看样子是他们这的老板 听说副市长李介同的公子 被人给揍了 那胖老板急急忙忙就跑了过来 谁知刚进门 迎面就差点撞上要出门的顾迪 这胖老板一看到顾迪 先是一愣 随即面露惊恐之色 赶紧就说 让开让开 说着上前就巴拉着那几个保安 把出门的通道给让了出来 顾迪扫了那胖老板一眼 很明显对方是认出自己了 可顾迪却没有任何关于对方的印象 那胖老板见顾迪看自己 赶紧堆出笑脸 黑黑的笑着 在这个关头 他也不方便贸然向顾迪打招呼 顾迪也没兴致 现在去追问对方 如何认识自己 转身在胖老板恭敬的目光中 扬长而去 这胖老板目送顾迪离开 这才回身看台球室 里面这个场面可真是惨啊 地上横七竖八躺了好几个一个个哼哼唧唧 动都动不了 而折断的台球杆也散落了一地 前面的保安就扯着嗓子开始喊 谁这么大胆子 敢在我们这里 保安是准备先来个先生夺人 压压场子 胖老板却赶紧喝止道 闭嘴 他已经看到台球室里 唯一一个太平无事的人呢就是视农委主任 曾毅 胖老板是认识曾毅的 因为他搞的这个会馆 也有董立扬的一份子 董立扬自然是对他有所叮嘱 曾毅今天能来这儿也是因为这个缘由 只是今天曾毅过来也没有打招呼 所以胖老板并不知道 现在看到曾毅他就只惶恐自己怠慢了贵宾 曾毅回身看了这胖老板一眼 微微一点头就坐回之前喝茶的沙发里 然后拿出手机拨给了副市长李介同 胖老板只能是站在那儿 琢磨着刚才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李大公子怎么会被揍得这么惨呢 曾毅的来头他是清楚的 再加上刚才出去的顾敌 胖老板毫不犹豫就知道自己该站在哪一边 保安们也是有些懵了 老板急火火的把大火叫出来 本以为今天免不了要动醋呢 谁知道到了地方 老板却不着急了就跟头绵羊一般的往那一缩 都让大火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再看曾毅 电话接通以后里面传来了李介同那冷冰冰的声音 曾毅同志啊 什么事啊 曾毅不紧不慢的说道 李市长是这么回事 我刚才遇到了志勇 他说要跟我算一算上一次的一笔账 李市长你看这个事该如何处理啊 混账 谁让他这么干的 李介同一听就炸了 这个混账东西人在哪 让他听电话 曾毅瞅了一眼躺在不远处的李志勇 他现在不方便听电话 就听李介同又怒喝道 太混账了 简直是不可理喻 曾毅同志 你现在人在哪呢 我马上过去 曾毅就说 我在东郊的嘉明会馆 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等我过去 看我怎么收拾他 李介同也不耽搁 骂了两句 就挂断了电话 收起电话 曾毅就坐在那儿 等着副市长李介同的到来 这也是他瞧不起李志勇的一个原因 这个家伙就是个十足的蠢货 完全拎不清自身的状况 上次假种子的事情 曾毅已经和李介同达成了私下的妥协 李介同答应支持增益的农产品交易所方案 并且保证今后永不再提转基因种子推广的事 曾毅这才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 选择放李志勇一马 这是给李介同一个面子 也是给市公安局一个台阶下 大家皆大欢喜 依旧维持中化市表面上 这一团和气的局面 而现在李志勇却来找曾毅的茬 想要算算这笔账 这完全就是脑子进水了呀 他这是给他老子李介同惹麻烦 也是给市公安局惹麻烦 对一万不讲 大平县警方可以抓他一次 就可以再抓他第二次 今天李志勇一露面 曾毅就看出这小子来者不善 所以上来先警告对方 不要给李介同闯祸 可惜啊 这李志勇没那个悟性 不但没有清醒 反倒继续来寻曾毅的麻烦 甚至无视了曾毅的第二次警告 最后还把怒火要发泄在顾迪头上 顾迪是曾毅的铁杆死的 更是曾毅今天的客人 李志勇要对顾迪动手 那可就不是曾毅能够忍耐的事情了 把李志勇打了也就打了 曾毅根本不怕 因为李介同就算再不满 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这个事情李介同根本就不想搞大 也是不敢闹大 李志勇卖假种子的事情一旦被捅开 他这个副市长也就没脸干了 再说李介同已经对曾毅恨到了极点 曾毅就算是装好人 对方也是不会领情的 所以曾毅干脆就没客气 胖老板始终就站在一旁 看着地上那堆人 也是有些暗暗吃惊 这里除了曾毅 也就是顾大少毫发无伤的走了 难道放倒这么多人 都是曾毅一个人干的 这未免也太强悍了吧 关键是干倒了这么多人 曾毅看起来好像一点亏都没吃啊 这个身手 可比自己请来的这些保安 要强太多了呀 这时候地上的李志勇 有点缓过劲来了 躺在地上哼哼了两声 啊啊王王总 要不是李志勇这声呼唤 胖老板还真没发现 这个满脸开花的家伙 就是李大公子 那模样叫一个惨哦 胖老板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走了过去 弯下身子说 李公子 你没事吧 要是能动弹呢 李志勇都要发飙了 你眼睛瞎了呀 老子都被人揍成这样了 能叫没事吗 他就说 王总 报警 抓住那个姓曾的 别让他跑了 胖老板回身看了一眼曾毅 心说你李志勇多虑了 人家曾主任根本就没有跑的意思 胖老板就说 要不我先送你去医院 可别耽误了智商啊 李志勇目露凶光 恶狠狠的说道 老子哪儿也不去 老子不能被白打 报警 胖老板一看着李志勇是铁了心 也就不再搭理对方 叹了一声 哎 何必呢 说完 他直起身子 站在那儿 压根就没有要报警的意思 李志勇等了半天 不见着胖老板行动 就咬着牙又贺问一句 姓王的 你什么意思 胖老板没有理会他 反倒到了保安面前 低声吩咐了一名保安去监控室 胖老板见李志勇铁星要报警 那自然是要把该处理的 都要提前处理一下 等吩咐完 胖老板抬手指着 剩下的几个保安又说道 你们几个都去门口守着 李志勇气得差点喷血呀 这王胖子不叫人守着曾毅 却让人去守着门口 这屋里就剩下曾毅跟自己这会儿啊 让曾毅再收拾自己可咋办呢 李志勇倒是也多虑了 他今天要不是想朝顾迪下手 曾毅连跟他讲话的兴致都没有 长篇小说首席衣冠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